大家好 我是徐彬哲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那麼今天早上台股開平地往下 盤動一度下跌的白點 但是中場之後 那麼開始量縮往上做拉抬 以收盤價來看 大盤還是收在9000點之上 但是今天的成交量 居然不到700億 當然不到700億的格局裡面 我相信這一波我們在9000點之上 我連續發出了很多很多的警告 當然是希望大家 在山頂上請不要任意的 不管是加碼攤平 已經套牢了個股 或者是看到個股向納強勢往上追 那麼還原權值 台股現在是14000多點 請你記好這個數字 當然今天台股走量縮 很多人講說 哇 昨天晚上每股 一個修正 台股居然隨便跌 就是120點 當然量縮的格局裡面 它非常的好控制 那麼收在9000點 對於投資朋友來講 意義應該不太大 你已經連續14個交易日 看到指數停在9000點 但是對一個超白手來講 看到指數停在9000點 那麼籌碼上面是非常好玩的 這個等一下我來解 那麼今天盤中有一個消息 我相信你要特別的正視 那麼今天大陸債券違約出現的統計 那麼大陸央企跟國企啊 佔債券違約 來到了七成 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在發債的過程裡面 信用出現違約 而且是大陸的央企跟國企 那麼近期以來 大陸在進行供給側改革 當然很多的央企跟國企 他必須配合政府的政策 然後成為政策之下的受難者 當然錢付不出來 對於信用來講就非常的不好 那為什麼我要先提到這個 這跟我昨天告訴你的東西有關 其實很多人在這一波 不管是新舊政府的接任 或是對於接下來政策上面的展望 很多人都寄予厚望說 我們的新的政策 能夠帶來一波新的行情 但是就資金面上面來看 這一波外資只針對全資股 包括台積電大力光 還有其他跌升反彈的全資股 做買超 好 那對於新的產業 其實就外資的觀點來看 他都不具備爆發力 那為什麼要先提到爆發力 是因為如果一個股市 如果一個股市 他要能夠活絡 他要有新的產業出來 新的動能出來 但是以這幾個月的觀察下來 其實我的看法就是 比較偏向於悲觀 是告訴你說 台灣在推這些不管是節能也好 或者是新南向也好 已經開始出現瓶頸 那從股價上面是看得出來的 對不對 所以我昨天在解整個 台股產業面變化的時候 其實我只很坦白的告訴你一句話 目前台股在9000點 但是展望下半年 我今天上半年大概都已經 沒什麼好期望了嘛對不對 那下半年該怎麼走 我還是強調這句話 我們雖然政府官員告訴我們 GDP會保一 但是這個精神喊話 我認為還是撐不住 9000點的台股 就好像 就好像大陸現在 公吉克的改革之下 你居然會發現 大陸的央企跟國企下的 這些產業這些公司 居然出現債券違約 這是跟去年相比暴增一倍 這是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我認為說 就亞洲的經濟面來講 那麼大陸這一塊 如果你有在操作投資朋友 要特別注意 他可能是茶壺風暴下 一些受難股會開始出來 當然會影響路股的走勢 那我不管 因為我們不分析路股 但是我告訴你 這個會有連帶效應 連帶效應 所以我昨天在講 這個觀念 其實很多人看在眼裡面 心裡面你大概都知道 就是過去你台股不還原全值 你只要看到9000點 好光景不多 但是這一波站上9000點 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在於說 之前有9000點 摔到7203點 也才跌了1900點 立刻就往上拉 對不對 所以這一波修正的幅度 並不深 我講坦白的 跟這種2300點 這種5000點 這種5000點的行情差 差很多對不對 所以現在人滿心期待的事情是 外資能夠把台股不斷的往上拱 那我昨天還原全值給你看 我說真的台股來到14000點 假設你是大老闆 去年台灣還有iPhone6喔 今年是iPhone7嘛對不對 去年iPhone6出大絕招 就是拿了一個大手機 告訴你我們iPhone也有大手機 造成全球的熱賣 那今年i7 其實你從6月的營收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麼拉貨潮其實不如預期 連帶的 台灣很多的公司在今年上半年 接到高點之後到今天為止 並沒有越過今年的高點 那什麼意思 就是說即使未來7到8月 新機要上市了 蘋果新機要上市了 他也會有一波的拉貨潮 OK 這個沒問題 但是能不能夠像去年那麼風光 我給你打一個大問號嘛 所以很多人在這一波看到台股網上電的過程裡面 其實你手中很多的蘋果概念股 是沒有辦法談起來的原因在這邊 股價要有能夠成長 就像一個股市要能夠活絡 一個指數要不斷創新高 帶回人氣滾量 基本上這個產業必須要有前景的 不管是法人也好 內置也好 或者是公司派也好 都會給自己的公司比較高的本益比 好 所以來到這個9000點 我還是告訴你 風險是藏在細節裡 對不對 你還原全值台股是14622點 那請問你高點還有多高 如果你公司今年的景氣沒有去年的好 那如果你是大老闆 你是會買還是會賣 所以現在你可以看到幾乎 呈現一個標準答案了 台股被外資拱上了9000點之後 他反而沒有以前的熱絡 如果外資買了1000億 我買了1000億 到今天為止平手 我統計期間從7月18號到今天為止 就指數的觀點來講 他平手 因為收在901點 但是你要反問 為什麼外資買了1000億 指數居然漲不動 那你會說 許老師很多公司出全息嘛 對不對 我anyway不管 那就這個觀點來講 是不是表示外資 已經在這一段區間裡面套牢了 對不對 所以我說現在台股它是牛頭 牛頭中間的過程裡面 很多的個股 熊就已經開始出沒了 你千萬不要在山頂上跟人家玩 寄望自己的股票 買了之後漲五成漲一倍 即使有 那也是萬中選一啦 大部分的股票不是整理 就是往下修正了 所以我昨天提到這一種機優股 台股回到九仙店 你的機優股可乘 有沒有回到這邊 395塊 沒有嘛 這跟產業有關 對不對 更別提這種中小型股 很多都是漲完一波之後 再也沒行情 一直修正一直修正一直修正 所以 今天就我的觀點來看 我還是希望你 把眼光給放遠 即使現在你認為說 多頭會告訴你啦 這個高檔 你看 昨天美股回檔 我們量縮價穩 可是問題是 量縮價穩的背景代表什麼 如果現在台股是在低檔 美國暴跌 我們是利空跌完之後 量縮價穩 我會告訴你這是好事 但是台股在九仙店 走一個高檔量縮價穩 你認為隱憂在哪裡 所以我們回到盤面上面來看 我七月二十九要告訴大家的事情 第十三週 這個禮拜就是第十三週 你看到的是警訊 你看到的不是機會 對不對 從二十一天定點轉折 到第五十五天 好像沒什麼事 到昨天台股還創新高 那我就告訴你 從七月十八號統計以來 外資總共買了一千億 指數才漲84點 那到昨天為止的數據更不得了 九千點之上外資買了一千零四四億 然後從低點七六二七點 買到昨天 他總共買了多少 四千四百億 你知道嗎 光這一段時間 外資買的金額 佔他總體 這波買超台股的金額 是23.7% 什麼意思 很簡單嗎 他在這邊買了23.7% 今天平手 那表示有人在賣給他 對不對 這個人是誰 我先講過了 八大關股行庫的進出表 你去看一看 指數越漲越高 關股跟逃命式的在賣股票一樣 他們不懂資金行情嗎 那我請問你 他們在想什麼 所以我 我從上節目以來第一天到現在為止 我的看法始終沒有變 外資 外資絕對不是台股的大贏家 當然你說個股 狂買台積電大賺 可是你去看 他當時狂買如虹 現在是怎樣 現在是賠錢嘛 對不對 所以 外資的操作不是神 你要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他 當他已經 遠然成為台股的大金主的時候 我天天買100億 我天天買100億 你買得到表示有人賣給你 就像你的股票一樣 我買這些中小型股 哇 量出價穩 大力多進去買 那買了之後呢 你發現 三天五天兩個禮拜過 台股創高 他怎麼不創高 反而破線 那這些中小型股 就像我剛剛舉的例子一樣 下一波如果真的 系統性風險來臨 他的股價 可能就一去不復返 所以我希望你在這個禮拜 我說過了 這個禮拜是非常關鍵的時刻 好好處理你手中的 不管是轉落的股票也好 或者是比較具備投機色彩的股票也好 你把它給處理掉 三四個月後你回過頭來看 九千點三點上完 你沒有跟著玩 你明哲保生 準備下一波大盤跌完之後 你才有資金 跟人家重新分配財富 休息之後我馬上回來 所以請相信 你 Eg theory 莆 Sam 我們zam matching 我閒 家圓室 請穿雨鞋 戴手套 先坐好自我保護 冰箱解凍過久的食物 請丟棄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積水一粥就會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堆分警觉 堆分自我保护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一纸旧世界 千年每天 来回到现场 9000点之上 熊已经开始出没了 今天台股带缺口 带跳空破线 当然成交量没有出来情况之下 还没有办法正式做确认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句话 今天收这种K线 十字线 明天就一定要开高 补缺口 如果不开高 它往下开低 小新会开始带量 那么 之前预告过的事情 就验证一下就好 7月29日我讲过 这上升趋势线绝对不能破 9000点买不动 小新外资会翻脸 那有没有翻脸 你等到外资翻脸的时候 大概在这里 那小变脸大概在这里 那不管是我学过的技术分析 或者是技术形态通通告诉你 高档走量说倍率创高 强奴之末 所以你赶快逃 你不要等到外资 是弃手台股 人家是获利了结 你是赔钱卖股票 赶快放空 不要等到股价跌停板才发现 做空好好赚 这一波解零环蓄系零忍 电子指数 上涨上来 我告诉你 这边是反压 请带量来过 如果你不过 我就是空 我再加码空 请回归基本面 请回归基本面 今天电子指数日线也是一样 跳空缺口往下 走量缩 那很多人讲说 徐老师 这一波台积电大力光很强 我说对啊 航空母舰叫台积电加大力光 那我请问你 你真的要打仗 啊战斗机呢 战斗机在哪里 我举个例子好不好 来 3008大力光 航空母舰对不对 哇2135块钱 涨到3600块钱 这绝对是航空母舰嘛 那战斗机呢 2474可乘 诶奇怪 大力光在这里 怎么外资跟法人拼命卖 你们看到 所以我说 为什么来到台股9000点的时候 我发现这么多的迹象 我拼命的告诉你 很多人还是觉得说 没关系啦 我就不相信大力光创高 可曾不会涨 很多人这样跟我讲 我也觉得摇摇头啊 没办法 但是我看到筹码是长这个样子 所以如果你今天问我 为什么我的苹果跟安股 涨不动 我要反问你 我从大力光跟台积电的走势 我拼命的告诉你 人家是一手买股王 一手在卖苹果干练股 那你还在待现场 当泡沫破了 回归基本面 台股往上战斗9000点 没有战斗机 只有航空母舰 你光一艘航空母舰开出去 你可以跟人家打仗吗 很难嘛 对不对 所以请记好 7月29号我讲过的 一旦破线就是补缺口回起涨 补缺口回起涨 不管怎么来他都要来 外资骑虎难下 9000点买1000亿 本来就骑虎难下 谁来接你的筹码 创高要不用怕 不用怕 量缩走背离 破线回起涨 今天电子指数60分钟线破线 最好明天把缺口补掉 要不然 这个加这个会灾情惨重 所以有些股票领先转弱的 不妨告诉各位 我今天帮大家开一档拍了 因为这档股票 我今天就有讲过了 那也是破线的股票 现在 各位投资朋友 你买的股票 你如果偏中大型 那有法人在买的 你又要反而要特别注意 法人的动向 因为这一波买的是法人 是外资 所以反过头来讲 只要外资开始卖 法人开始卖 那你就要赶快比他们 手脚更快 不要等 不要等 这档股票我8月1号讲 汽车电子 5349的先锋 那我只告诉你几个理由 第一个 基本面的利多反应完毕了 第二个 台股上9000 股价却套牢破际线 贴席 所以我进场空 那我也给你看了嘛 法人买上去 就法人卖下来 很正常 很正常 他们开始在停损 那以指数的观点 我也教过你 8374点 涨到9080点 他却是破底 对不对 所以 看空就做空 空40块半 那礼拜二 空40块 4毛钱 我昨天在节目尾声还特别讲 这档股票盘中已经破底了 所以我们会员在40块半附近 市价放空一层 新旧会员都有 来 那早上开盘的时候来到 38块4毛钱附近我先补一趟 赚4.9个percent 其实写出来很不好意思啊 那4.9个percent 对很多来讲只是开胃小菜 我多担赔了那么多钱 我才空单赚那么一点点 不用急 还有 还有 来 所以在这边我先补一半 早上9点28分我先补一半 盘中台股互盘 对不对 我说这档股票来到景线附近 尊重一下技术分析 但不用怕他 为什么补 来到前低了 所以跟红K棒OK啦 那你去看法人还在卖 融资开始跳进来 我跟你讲 只要这个线一直往上跑 股价就会这样子 所以我的动作是什么 我在这边补了一半 盘中翻红我再把它空回来 那新进来的会员 就空39.7毛钱 5349的先锋 尾盘收黑啦 39.4.5 做空 各位投资朋友 就是化整为零 你一次赚20% 一次赚20%这样就好 那今天早上先锋补一半 4点多个% 先落贷 你也会比较安心一点 因为我知道 最近参加投资朋友 他们心里面是开始有焦虑的 台股创新高 我股票哪一套啦 会不会变成我电视上所讲的 未来中小型股一去浮不浮返 所以我希望你们先安心 先安心 那当然 向下的股票 我会来回的继续做 因为基本面跟利多题材反应完毕 剩下就是筹码面的问题 筹码面出问题的 我会告诉你 你多单先离场 积极的人跟着我一起空 9000点空股票 其实还蛮简单的 这一套股票从低档涨上来 我也告诉过你了 他叫红朔 对不对 那38块钱空 后面直接补缺口 隔一天 跳下来 31块钱我补 18% 18% 那补完之后我预告的 来 我说这一档股票还会再跌 反弹 我会再空 我会再空 那最近没有反弹 有啊 3092的红朔 来 看一下 昨天有反弹 但是反弹上来你知道吗 弱势 如果强势反弹我告诉你 收十字线跳空往上 1分之1的黑K棒吃掉 这叫强势反弹 但是很抱歉 昨天我补完 也不是补最低啦 就次低点 那他真的有反弹 那反弹上来是弱势 要怎么做 有反弹但反弹弱势 我就是再空 我就是再空 所以我们第二次进场 再空31块2毛钱 那空股票只是告诉你一个观念 你如果多单在这里 你来这边进行赔两成的 那你在等解套吗 想好 想好 9000点之上 你做多能够赢 5成1倍的几率有多高 所以我说我反弹会再空吗 我会再空 反过头来讲 9000点之上 你空股票刷一升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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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不多啦 10次就好 180% 你要学哪一个 你要学哪一个 所以 末日为成 最好不要这个礼拜就变盘 再撑久一点 让你有多一点时间 把多单给清掉 跟着我们反手放空 有需要符合的地方 跟我们的线上助理做联络 我们明天见 本国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